哈囉 玉白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圖善存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鳳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潔 流暢 我最喜歡的一場吻戲 是在十二集的時候 那一場是最後的 小孩他寫了一首歌給我 然後因為在故事裡面 小孩其實是不會彈吉他的 但我聽到那首歌的時候 我進入了一個就是超現實的空間 就是我仿佛看到小孩為了我成長 然後那個吻是劇本上面沒有的 因為我覺得當下我們聽到那首歌 感覺是很感動的 所以是很適合用親吻來感謝對方 對 好像有這回事 但那一場我不確定 但是有一場是 我們各自努力很久 然後也在家裡 那一場戲也是我們自己家的吻戲 對 先不要去抖了嗎 不是 欸欸欸欸 沒有啊 他會先跟導演討論一下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因為他的眼神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戲的話 會發現就是豐豪飾演的小孩 可能是豐豪他自己本身也是 就是他的眼神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他的眼睛就說 快起我 快起我 然後就這樣 但我也想要講 就是印象深刻的文系也是 尚成講的那一場戲 對因為那場戲 其實我們的情感都滿自然的流露 然後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 我記得應該沒有拍太多tag 我記得那一場 我好像不用清也不用哭 但是我們就 就都哭都清了 對 其實我的文系 每一場 對我來說都是很深刻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拍PLO 所以就是 每一場其實都很深刻 但是我覺得 太貌美 對啊 欸我沒有啊 欸你幹嘛這樣說 欸 對啊你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啦就是 但我有一場戲真的很印象深刻 是 他必懂我那一場 因為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被逼動 狂然心動嗎 有有有有 當下他這樣壓上來的時候 我還真的有一點點 害羞 而且 這小子挺帥的 哇 真的壓了 你準備 公平去是不是 帥哥 帥哥 他聽懂咧 他很會分析你的 假的事情 然後他等一下一定會說這東西 沒有 他覺得這樣 我喜歡這場戲 這場戲 我沒有看到我一段時間 這場戲 我認為他有很多意思 對 因為他 這場戲 他來台灣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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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他來 他來 不是只有 面對 情感 而是 情感 所以這場戲 就跟你說的 我看吧我剛剛就說了 很了解他的 有啊 這太陽唇啊 對他是 太陽唇 沒有他是以太陽為目標的 對 要上線 Dance leader Dance leader 沒有 佛豪是我們的 就是 跳舞隊長 小班長 跳舞 就是要 督促一下大家 有沒有要練習 這太陽 最近這幾年 很多戲宣傳的時候 都是要 錄一些 跳舞的影片 那都會看得出 我的肢體其實 在跳舞方面 不是那麼的協調 然後 我這一次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這一次我有 非常大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他進步 非常久 所以當洪軒啊 或者是其他粉絲問我說 就是 這次跳舞有什麼感想嗎 所以我就說 你們本則在見面會 看我變成太陽 我們也有跳一些 特別的歌曲 韓國歌啦 韓文歌 這樣希望讓大家有共鳴 當然是他的 因為他在我心中永遠是最棒的 哎呦 我的天啊 我是很努力 但是 但是表現就 看緣分 因為他 因為我真的第一次看他跳舞 他就是去宣傳那個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和你在一起 然後他跳糖葫蘆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個人的協調性也太差了吧 但是 真的進了 對不起 真的進了舞蹈教室之後 發現他其實真的沒有 他想像中 這麼差 給我一點時間訓練 還有一些雙人舞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 唱歌啊 什麼時候 這次是 我生日的最痛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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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喜歡 我們想要表演得很好 和完美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們 演出 呃 我們好像是有一些 舞動環節嗎 呃 戲劇的延伸 會 也許有機會在舞台上面 就是用不同的面向呈現給大家看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是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沒有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的戲 其實每個禮拜 就是差不多快要半個小時 那其實 觀眾們也跟我們大概一樣 就是每個禮拜 都在看新的一集 然後都會覺得 就是其實 啊不夠 內容會很想要知道更多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戲裡面 其實留了很多感情在留白的部分 我們看到很多文章 都自己在幫我們 把這個故事變得很豐富 那我們就會截取 我們覺得有興趣的部分 然後也許把它放大或呈現 不一定 好像會 好像 喔 至少導演會給定業的拍單 喔 喔 對對對 我們導演 對 我們導演 有自己私藏了一些 我們的漏網鏡頭 哈哈 然後 然後有一些他就是 導演有自己 偷偷的跟粉絲承諾說 來見面會的話 就可以看到那些 漏網鏡頭 那粉絲呢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對 必須來 對 真的要來 請問誰最有寶寶 喔 全部都是JAM 他自己都自己 所以這題就無用之一了 沒有 因為他Superstar 對啊 那那個角色是Superstar 所以他有 我保證真的 對 問一下本人為何你自己 你媽跟妳問他 大家都指他 大家都指他 所以他也指他 好乖 哎呀 乖孩子 請問誰會有反插謊 不要指他 今天就是20號 那是敏婷耶 你是我 你是我 我哪裡也有反插謊 我有 為什麼自己要 我是覺得是他啦 我也覺得是他 讓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覺得剪刀 就是因為 可以為錢 對對不對 他超級愛開玩笑的 他超級 他有時候都不知道他講到底是真來假的 現在剛剛我們有去 去玩了一些遊樂設施 因為我很想去玩那個 打殭屍用槍 VR 對 一個VR遊戲 然後結果 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從我背後 衝過來說 整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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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髒的 對 但是他上戲的時候 又很有明星的架式 所以這個反插謊讓我覺得 而且我真的私底下 跟他聊很多動漫 你知道電動啊 什麼的 他其實都很好聊 一上戲就真的 就很高冷 對啊 他就是很奇怪 比如說有時候 問他喜歡吃什麼東西 他說我喜歡吃蛇 蛇 我說 吃蛇呢 開玩笑 他就是這樣子 他為什麼見你會覺得自己 我知道 他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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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覺得他自己 他懂自己啦 他也覺得他自己很猛 好 那為他善廠 善廠是選敏廷 對 我選敏廷 因為就是在拍戲的時候 敏廷演的Rees 是一個比較一板一眼 很守規矩的一個經紀人嘛 但是他在現場的時候 跟風豪玩最瘋的是他 就他們常常就是 還沒action的時候 就開始在跳舞啊 然後講一些很奇怪的笑話 對 然後一開始就馬上 就變成一個 板著一張的女人 對 其實我也蠻夢的 那一來呢 如果誰的手臂濕濕的話 裡面的資料 或外面會去做你更胖的 3 2 1 欸 後子耶 欸 後子 沒有 他是直身 我只是Jerry嗎 Jerry 好 聽 聽 哦 I think Rees 他會有很多 在他的手機 在他的歌曲 對 他會有很多 他們會忘記 他們可以 對對對 有些還沒有發布的歌曲 有可能都會在 異石手機裡面 有很多 可能他們的照片都會 異石手機裡面 那應該是我 對耶 欸 我也被說服了 對耶 那你要改答案嗎 我改答案過 我覺得為什麼是 Orica的手機 是因為他 以他在劇中的個性 他一定會偷拍很多 Rees的照片 那我覺得那東西是會 會讓我嚇到 而且他的大東西 因為你看他 他可以就是突然出現在別人家裡面 就代表他一定掌握很多資訊 對 而且Rees也會很常不穿衣服 對不對 那個手機裡面的照片 因為不得了 對 Yes 然後這樣也是他比較危險的 喔 所以你又改答案 你怎麼那麼善變 沒有衣服 沒有應該有衣服 沒有應該有衣服 然後我指他 因為 大家都講角色 但我是因為他本人 因為他本人手機裡面有一些 我 我一些很奇怪的影片 有一些可能 我比較 大家看不太到的 沒關係 我會陸陸續續發出來給大家看 我沒有同意喔 我的手機我想發就 對 所以就是他手機 如果被撿到的話 不用了 P Team He has a really high level in game The game game I'm not sure what it's called A game that 夢幻家園 Yeah What is your state of 10,500 I'm red 10,000 red 他是說我有玩一個遊戲 叫夢幻家園 然後我玩到一萬多關 喔 真的假的 一萬多 好測喔 好測喔 你繼續 他就是 很愛 很愛 上廁所好像也 很愛上廁所 很愛上廁所 也算 對啊 就是他有一個外號 叫做 King of廁所 King of廁所 廁所之王 沒有 他就應該上廁所了 楓豪的最大的罩門就是 就是他的 腳趾不能被摸到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他很奇怪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好啦 互摸啦 為什麼 就是一個什麼奇怪的人 這個 因為 因為之前我們拍那個就是 床洗 拍床上的戲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基本上都沒有穿嘛 然後他的腳都落在外面 然後我就說 這腳很像甜不辣耶 然後我就去捏 然後他就給我發飆耶 那直接出五點 然後我說 不要摸我的腳 然後我說 這怎麼了 然後他說 他的腳連自己都不能摸 真的 嗯 那你會洗腳嗎 我會洗腳 我會這樣子 你要會藉機澄清一下 因為很多人就是 都問你 對對對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 這樣子叫什麼洗腳 這是腳嗎 然後我會這樣子搓搓搓 這樣搓搓搓搓搓 對我還是會這樣子洗的 用腳去洗腳 然後 然後腳背我也會用手去搓 但是腳底板的部分 我真的 碰不了 一點都碰不了 好那 上唇呢 欸 因為我們 有一起去吃過幾次飯 然後 有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點 點我的甜點 然後他也會點他的甜點 但他就會發現 他吃完甜點之後 不會再吃鹹食 他有他自己一定的順序 就我這一餐的結束 嘴巴一定要是甜甜的味道 對 不能再回去 因為準備要是甜甜的 就不對了 就代表今天這餐沒結束 所以我希望大家來看 因為我們 會得到最多的 會得到最美麗的表演 尤其是我們 不是有那麼多的 所以說 我們會得到最多的 是我們 我們會得到最多的 然後 我們來看 我們也有很多那個準備了很多表演 然後還有泰佑也會來 就是我們真的大家都準備了 精心準備了舞蹈唱歌 然後有看我們彈一場完美戀愛的觀眾們 都一定對於我們的這場見面會有 有一點感觸或者是有一點想法 因為畢竟我們的正戲裡面就是想要辦一場還沒有完成的演唱會 然後這場見面會我們都把它當作成是我們那一場未辦完的演唱會的感覺 然後想要帶給粉絲的朋友們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11月2號來彈一場完美戀愛的台北戰見面會 然後跟我們一起玩起來 就是呢就在剛剛風說的 我們戲裡面的主角就是要辦一場未完成的演唱會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大家從前期開始我們都是用 算是專業歌手能夠上舞台live的標準 在練習歌唱或彈奏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希望有機會能夠在現場舞台上把這樣的別人帶給大家 第一場台北演唱會就是像第一次出道的演唱會一樣 我們不知道未來還會再去哪裡 但是很感謝大家能夠陪我們一起出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 大家好好期待11月2號的台場完美戀愛的見面會 YES 謝謝四位 謝謝